这款蛋糕是在菌汁的博客上看到的,被他誉为是最爱的蛋糕之一,既然如此,极有不适的道理,制作过程很简单,味道却很不简单,口感松软,入口即放,带着浓郁的杏仁香味,做下午茶的伴侣再适合不过了,方则自然是来自菌汁,我稍作改动后,更适合自己的口味。 PS,我发现了一个小秒招,能快速将鸡蛋在打发的黄油中混合均匀,不产生水油分离的情况,详情线步骤解说,杏仁蛋糕的做法步骤,一,将鸡蛋打入大碗中,二,用电动打蛋器打打,三,黄油是温转化后用打蛋器打打,四,分次加入打发的鸡蛋,用打蛋器搅打均匀,将鸡蛋打发后加入黄油中,能很快地与黄油融为一体, 不会发生水油分离的情况,五,加入过筛后的滴粉和细砂糖,六,加入过筛的杏仁粉,纯杏仁粉颗粒比较粗,不太容易过筛,一定要有耐心哦,切半成均匀的面糊,七,面糊入膜,表面撒上一层杏仁片,八,烤箱预热,180度的烤箱烤25分钟左右即可,使用在戳具,电烤箱。